刚刚讲的基本观念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举例 好 例题哪里呢 就是讲一第二十二页 讲一第二十二页啊 讲一第二十二页的例题 好 我们例题多少 例题十三 好啊 一共是有八个小题啊 来 一个一个理解 好了 二小题了 好 现在我解下列个不等次 好了 B小题了 绝对值X小1 请问一下X或小 来 根据刚刚的定义知道啊 刚刚的重点了 X小1-1跟1之间 好 就直接写答案就好了 可以吗 好 B小题呢 绝对值X大于2 好 这怎么解 X绝对值X大于2 所以X小1-2 orX大于2 记得啊 绝对值X大于2 是X小1-2 orX大于2 千万同学你不要告诉我 这回事啊 我们之前同学这样做 不要care啊 绝对值X大于2 是X小1-2 orX大于2 记得吗 我们意义在那里再讲一次 以原点距离大于2 对啊 以原点距离大于2 OK啊 好 在这里 对不对 这些范围以原点距离大于2 记得 OK啊 好 可以啊 再讲一次啊 这个东西 不要写成这样哦 错的啊 好 C X-1 X-1 小于3 好 X-1是什么意思呢 好 绝对值X-1小于3 你就把它当X-1 当成一个新的一个X对了 OK啊 好 这怎么做呢 好 所以小油画是加一中间 X-1在3跟-3之间 好 上面都加1哦 加1加1加1 所以是多少 4加1多好 4-2 这样可以啊 都加1加1加1 加1 所以是C哦 反正是这里 好了 接下来我们是讲DOP的 DOP是 2X-1 大A5 好 一样 我们把里面当成一个大X 来看就好了 OK吗 好 所以这里面是讲2X-1 小于-5 2X-1 要讲大英语 OK啊 好 自己过来 2X小于-4 X小于-2 我们知道 2X-6 X-3 好 所以最后你写一个结论 X小于-2 X-3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接下来讲 1 2 绝对值 2 小于绝对值 X-1 小于-4 好 好 这两个有什么现象 这个怎么写呢 这个是告诉我们 有两个式子 1 2 要小于X-1 第二个呢 X-1 绝对值 小于-4 所以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讲 X-1 大于2 而且 X-1 小于-4 OK啊 好 就告诉我们 待会你这两个算出来之后呢 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封华 是什么意思 取交集 记得你把这两个答案算出来之后 要讲取交集啊 记得待会做完之后要取交集 可以吗 这个跟这个答案取交集 好 第四告诉我们什么 好 第四啊 先从第四告诉我们什么 大于2 所以X-1 小于2 X-1 大于2 所以X小于3 X大于3 X-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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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意思告诉我们什么 意思告诉我们 X-1 小于2 X-1 大于2 所以以下X大于1 X大于3 OK啊 好 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 好了 意思告诉我们这样啊 好 二四呢 又告诉我们什么 好 二四告诉我们小一点 X绝对值 X-1 小一点 4 所以告诉我们 X-1在4跟-4之间 好 怎么把这个负音啊 要统统加1 统统加1 统统加1 X-4 对不对 好了啊 二四是告诉我们这样 好了 一四算出来 二四算出来 这符画是代表同时满足 也就是说我们要算交集啊 好 算交集 寿线图画出来 好 好 负1的 负1的 负1这个点 好 这个点3 小于负1 在这里 大于3 它在这里 还有呢 负3 是在这里 5是在这里 来 负3的5是这里 好 请问一下 你最终答案在哪里 好了 我们不同颜色 你来简介一下好了 这是负3的 这是5的 OK吗 这是黑的 好了 最终 一色 是蓝色 二色 是黑色 所以他们两个的交集在哪里 同学在哪里 就在这里 所以答案在哪里 负3 等于 x 小于负1 哦 哪里 x 大于3 小于等于5 好 骗吗 好 讲到这里 来 好 接下来还有三个小题 好 F G H 讲了之后 我们今天课就很快结束了 会超过25分钟 好了 好 那F小题是-2 小1绝对 x-1 小1-4 好 这两个呢 跟三个小题一样 1 你要满足四值 而且要满足这四值 好 这四值是这样 我们假设以x-1绝对值为主向的话 x-1绝对值 这样看过来 带点负2 还有这里呢 第二个呢 x-1绝对值 小于等于4 这样可以啊 好 首先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 x绝对值带点负2 当你看到负号 数字负号 你要嘛 你要一个sense 什么sense 要嘛5解 要嘛所有解 好 你认为这个是讲 绝对值带负号 所以想 意思告诉我们 x所有的解都可以 可以啊所有解 意思 不管x在什么 永远绝对值 会带点负2 对 好 24呢 24x-1绝对值小于等于4 代表等于4呢 x-1在4跟负4之间 这样可以啊 好 通通各加1 把这负1干掉 好 通通加1 什么事情 4加1 3要嘛 4加1等于5 负4加1等于3 好啦 好 14x-1R 24x-3 所以最后要取加 取交集 好 画出现图画下来 好 所以R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啊 再来呢 一个是-3 一个是5 等号在这里 对 好 请问一下 答案交集在哪里 好 就在这里了 哎 同学你讲得很好啊 对吧 great -3 5 好啦 等一下 这题里的一个陷阱 就在这里 好 大也等于-2 你就直接把它秒杀了 X为R OK 你不要再撞一大堆 怎么大于小于一大堆 不用 这是一个陷阱来的 好吧 好 所以就这样 看吗 好啦 接下来 我们讲 G G啊 G是解什么呢 好 X4平方-5X多好 大于6对不对 好 这什么数字呢 好 这什么东西 X1-5X大于6对不对 所以你猜成两个 X平方-5X 小一负6 哦 X平方-5X 下 大于6 可以啊 就是OR的意思啊 好 你应该怎么做 好 这个以下整理下 X平方-5X加6 小零 因四分解 X-2 X-3 小零 所以正负正啊 2 3 正负正 小零取负号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不 所以这个是2 跟3 OK OR 多少 OR 这东西 X平方-5X-6 带0 好 因四分解了哈 X-6 X加1 带0 对不对 所以来 法式线 负1 6 正负正 带0 取正 没有等化是空心 好了 所以 X小于-1 OR X带6 可以吗 可以吗 好做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要讲 取交集吗 还是取连结 刚刚有讲过嘛 这个OR 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OR 就是取连结的意思 对呀 就是取连结的意思 好不好 或或是取连结 好啊 所以最后的手 我们再完整的 写次 23 好 在2跟3之间 好 这里-1呢 -1跟6 对不对 -1是这里 6在这里 然后 我们是讲 每个人讲OR 就是取连结嘛 所以这个 连上这个 连上这个 所以 X小于-1 OR 2 X小于3 OR X X大于6 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了 Clear 可以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题 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题 H 好 一样 绝对值 X加1分之4 带等1 好 绝对值拆掉是讲 带的话是讲呢 好 小点-1 OR 4的了 X加1 带等1 好 这里怎么做呢 这四指 做整理啊 基本计算就好了 好 一样画不如 5 来 4加X加1 小于2 所以X加5 X加1 才会等于 对 好 画四星图-1 -5 -1 正 -正 好啦 -5带1可以 -1不行 所以-5在这里 所以-5 小一点 X小于-1 OK OR OR 这个多少 OR 是4的X加1 -1 带等于0 所以整理下 X加1 -X-1 注意啊 正符号 加3 X加1 带等于0 好 到这里的话 你们只要画数千读 不要 为什么 因为X系数 你要看这个代表大哥 你正怎么办 左右各成一个符号 X-3 X加1 所以画数千读 -1 3 正 不正 0 好 再验证 -1带1 可以吗 不行 3带1 可以 所以 X小于-1 -3 好啦 好 最后呢 最后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要取交解式联系 有没有看到这什么东西 ORAL ORAL的话要讲 取联系啊 好啦 我们再下一个结论 记得 最后你取联系 或取交集手 你画的图啊 没有所谓正负正啊 好 这里是-5 这里是-1 8 接这里啊 好 最后联系或交集图 没有正负正啊 同学 不要反昏啊 好 再来这个3 对不对 因为是取联系嘛 取联系的画家 最后你可以这样写 所以都好 -5 X小于-1 or -1 X 3 没问题啊 好 但是呢 老师给你们的答案是这样写吗 不是的 啊有些也是这样写 有些狠狠是这样 -5到3 扣掉这个点 也就是说-5到3 可以吗 但是呢 他不等于-1 就这样 也有这种写法 所以你两个都要学会啊 你这个也对 这个也对 这个也对 好 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那记得 讲义的DIY把它做好 那 还有呢 阿喜提 相关系题把它做好 那有问题 我们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头讨论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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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